秋風起,三蛇肥,天氣凍凍的 除了做這些劇烈運動之外 吃蛇羹配糯米飯也不錯 但是為什麼要配糯米飯呢? 西炒飯不可以嗎? 揚州炒飯也應該可以 謝謝,兩個A餐吧 A餐是大蛇,小米,100元 價錢算是中起中矩 很餓,快點 我們先試一下蛇湯 蛇湯比較像老火靚湯那種圓潤的感覺 可能你去深水埗或者銅鑼灣的地方喝的蛇湯 會好像普利一樣 蛇湯就是五蛇湯 邊面這條蛇就是飯鏟頭、過樹肉、金腳大、三索蟹和八花蛇 因為蛇羹的底部其實就是蛇湯 它的甜味和藥菜味的平衡做得很好 超級足便 蛇肉 雞絲肉 肉絲 木耳 不知為什麼我吃了少少吉仔皮的味道 加一個檸檬食物 再加一些脆脆 脆脆 檸檬葉本身的味道都很厲害 有人喜歡加,有人不喜歡加 加完之後整個蛇羹吃下去 清新很多 整個感覺 不要那麼生氣 將整個蛇羹的味道引出來 帶出來 我個人很喜歡 最後要試一下糯米飯 這是小糯米飯 夠吃的 大蛇羹加小糯米 我這種體驗都一定飽 不過最重要的是看糯米飯 會不會糊 我很怕糯米飯很硬 很糊 要夾一夾不到那種 不會 很糯米 其實它是一般的糯米飯 但是它做得很好 就是它的醬油 調得很好 好喜歡它的醬油汁 辣味都是一般的辣味 有什麼特別 我想請教一下娟姐 為什麼蛇羹一定要配糯米飯 不會,這年不夠飽 不夠飽,沒有顛負的 不夠飽,部分糯米飯飽 原因就很簡單,不夠飽 現在我夠飽了 剛寫的蛇王娟,一個A餐就100元 大蛇細糯米飯 其實我覺得出品是不錯的 最重要是服務態度非常好 因為娟姐已經兩轉走過我們 桌上問我們要不要加蛇湯 細節,一個很小的細節 我覺得已經很滿足了 原來吃蛇羹可以配其他飯 即西炒飯,揚州炒飯都可以的